請說一些無謂的事 我看林海峰演唱會 他講的那些《Sug Game 無神》 你還有沒有印象 其實那時候《尚宇雁》節目 我忘記了 你忘記了嗎 我忘記了 你剛才應該是要做歌手 要上他的節目 他們每個都搞的 不只是搞你 又搞王妃 然後捉了你去拳館 梁朝偉玩拳擊戰 拳風虎虎 然後找個東西打雞蛋 我真的忘記了 你忘記了嗎 我有一點印象是拳館 是拳館 忘記了是做甚麼 這幾天他們開演唱會 阿隼提了《Sug Game 無神》 恭喜你 然後我就看回你 有你在這裡 上次見你到現在最大分別 應該就是 威尼斯終身成就獎 這是我的大喜 表演這生命運賞 在八日子的 威尼斯 Film Festival 向Tony Leung 會見到你在乎這個獎 都挺開心 有一點想不到 因為平時可能會平靜一點 那次全香港都替你開心 有沒有改變 會更加進取積極了 還是會更加享受人生 我不覺得有甚麼大改變 我覺得那個只不過是代表 以前自己 別人對我肯定 不代表以後都會做得好的 現在接電影 你說沒有改變 或者是和關六十歲時 有沒有反而覺得更大膽 因為上次跟你說 你都在想會不會跳出自己的舒適圈 現在會不會大膽了 會進取了 都算大膽了 因為我接的那些戲 都是一些我真的沒有把握的 就好像我接了一套歐洲片 我跟他們又不熟 又不認識 然後要我做一些角色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我可以做的 可能因為到這個年紀又可以試一下 還有到了這個年紀我覺得都沒有所謂 亦都不知道還可以拍多少部電影 那你有沒有想過增加那個頻率 即是會拍多少少 反而不會 反而我覺得現在和以前最大的分別 就是說現在我反而用更多的時間 去準備一部電影 比以前相對來說長了很多 就是以前可能你一個月兩個月時間 我已經可能會用更多一點 那你這次是做過神經科的醫生 即是腦神經的科學家 你要看很多書 即你的雜誠是 你研究很多相關的資料 是的 所以都很辛苦一下 難不難對你來說要了解整件事 很難因為不是那麼容易理解 我其實看了很多一本 因為裡面除了講我 初初是研究小孩子的早期認知發展 即是腦筒發展 後期又轉了去植物學 變成要看的東西很多 看完其實我也不知道我明白多少 《悲情城市》開始 你已經有去看書去考究一些資料 你覺得有看書又閱讀這件事 對你演戲幫助大不大 很大的 因為它會改變你對很多東西的看法 以及你的角度會闊了 不同了 所以甚至乎你看這個世界都不同了 尤其是這次準備那部電影 看很多書之後 有很多東西我會改變 原來不知不覺 例如呢 例如我對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 有不同的看法 甚至沒有所有的生命 我不會用一個人的自我中心的角度去看 你會跳出來看 其實大家是不是平等的 是不是大家都值得尊重的 是不是很多時候我們分了很多等級 是因為我們用我們個人的一個自我中心去分的 但其實是不是應該這樣分的 我甚至連我平時在行山 我對那些樹都尊重了很多 因為原來可能每一樣東西都有它的智慧 不過它的智慧跟我們不同 甚至沒有植物都有的 雖然它沒有一個腦 但是沒有腦不代表沒有智慧 在我看過那些書裡面 令我覺得原來所有東西都是有智慧 還有更加在腦神經科學方面 就是知道了原來那個腦 我們從小到大是怎樣發展的 原來很小時候就已經有邏輯了 還有很小時候就知道別人的感受 從別人的表情裡面就知道別人的感受 就是很多這些很複雜的東西 會什麼時候去拍? 我應該明年三月就去拍 會拍多久? 我想拍兩個月左右 你突然間在陳奕迅的社交恐懼癌出現 平時看到你也可能會有些社交恐懼 你覺得是否幫助有社交恐懼的人很有心得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出來的那幾下很有型的 又令到他開心一點 即是首歌的故事 我不知道 他叫我可不可以幫他 我試一下 你現在有時候會在日本住 是的 你回到香港 你現在還是不學日文的 不學的 留在香港現在的時間有多少? 現在有很多 尤其是當我準備一些電影的時候 我很多時候就在香港 加上這次的電影 我經常去大學找那些老神經科學家 有時候有些不明白就去問問他們 純粹在日本就是休息 不想見人 是的 香港就是為了做事和準備做事的狀態 為了做事和準備做事的狀態 探望家人 那你回到香港 有否第一件事你想做 或者想吃 或者想去的地方 我通常都去一些我平時常常去 譬如上環的大牌檔 吃粥 現在還可以嗎 可以 一向都可以 是嗎 沒有人抓住你嗎 不會的 我戴帽子 接著 還有拖掃那些 大牌檔全部都是熟人 幾乎每天都是那些人去的 變成他們都覺得沒什麼所謂 我自己平時都是想 做一些我平時人做的事 你知不知道你已經暈暈了半個小時 沒有 一定會遇到老人 如果嚴重的話, 早點看醫生 你明白嗎?我不想你這麼早死 壞金嚴重吧? 喂, 你有沒有留意你自己? 中藏一個我媽媽 但是誰娶了你呢?慘了 新澤師兄 你有沒有哪一輯 你印象最深和最滿意? 當然是第一集 因為最有新鮮感 還有那時候 大家一群人都剛剛出來 好像很有心 想做好整件事 很深刻的 那時候算不算操作得很厲害? 其實那時候年輕時 體能一向都很好 我唯一覺得操作得很厲害 工作量很大 還有時間很長 還有很辛苦 是 TVB很多演員都會說 那時候很辛苦 但是他們也可能練習到一些東西 是前所未有這麼多的 例如之前我們訪問曾江淑 他講過的 你覺得那時候TVB 學到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哪些前輩跟你交流最多 或者令你有些演戲不同的看法 甚至開竅 我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將自己的訓練班學到的東西 因為這麼多的工作量 可以給我整天試 試了之後覺得不好就改了 反而這個 我反而在這一方面比較多一些 因為你都沒有空留意別人了 你一上班的時候 那些東西多到你只在那裡看著自己 你一拍完就去看螢幕 看看自己怎樣 然後怎樣改 我是這樣靠這樣去 還有我自己平時會看一些 外國電影 看看別人怎樣做戲 以前的導演的感覺 就是演員和導演的關係 導演通常比較年紀和背份都比較高 相對於你那時候你都年輕了 現在好像反過來 新導演多了 你的背份就變高 這個轉變對你去演一件事 或者拍一部電影 有什麼最大的分別 其實我很多時候都沒有什麼 我覺得在現場我沒有什麼 我覺得大家都是平等的 我很多時候都跟導演 我覺得是一樣的 我都是跟他商量 究竟是不是那個表演是不是這樣 或者他覺得我這樣對不對 我以前在電視台 我現在都是這樣的 我都是覺得大家是一個團隊來的 我真的都希望大家都認為 這樣對我才做 我就不會說我怎樣都要這樣 以前那些會不會電視台的導演 比較背份但是他們的指引 或者那個要求會明確清楚一點 都會的 但是基本上我都在他們的方向下 都做一些加一些自己的細節進去 但是我記得有時候 因為我覺得他們都很多東西兼顧 我記得我開始跟杜其鋒拍戲的時候 有時候我都會提醒他們 我會說 這裡是不是應該我們加上鏡頭 是這樣的 因為他有時候要兼顧很多 他有時候未必看到我看到的東西 我在我的角色裡面看到的東西 一定可能給他多 因為我只是想自己的角色 他就要想圖具 什麼其他演員 那麼多人 有時候可能他會看漏了 有時候我會覺得我就會提醒導演 我看到一些可能這個很重要的 這個鏡頭 是不是有需要 和莊文強合作 上次已經是聽風者 他有說過交過一些劇本給你的 你不一定會拍的 但是今次金秀志 有什麼吸引你決定去拍的 一來可能是那個事件 和那個人物 這些人物我是很少有機會演的 反派 一算是反派 還有那個事件 我都很深印象的 雖然我不清楚它是一件什麼事 但是在我十幾歲的時候 我想學校很多人都聽過 看了一些資料之後 我發現這些事真是不可思議的 有什麼可能會這樣發生的 我就覺得很有趣 加上又是莊文強 我和他其實除了拍戲之外 我們平時都有交往 他經常來我家裡聊天 又一起吃飯 華人又更加 電視台開始 認識了幾十年 大家又做了一個這麼有趣的題材 那麼好啊 你和劉德華 《焦點之一》都是你們合作 叫做這麼巧 每20年就合作一次 你怎麼看這個緣分 我覺得這個緣分是建立在 我們第一次合作的 這麼喜歡打 你就贏我陪你打 你是什麼人啊 怕吧 不敢吧 我不敢 好啊 尤其是在戲裡面 我們是做好朋友 那時候拍攝錄頂記 差不多有半年 好像大家建立了一個 很特別的關係 大家真的好像很好朋友 而且也很合拍 一起工作的時候 也都建立了一個信心 和一個信任 所以以後每一次拍戲 都好像遇上一個老朋友 就是一個舊朋友 所以很容易合作 還有很舒服的感覺 封在起時尚智 你有學琴去進入這個角色 這次有沒有特別的事 你去進入這個角色 這次反而做很多資料授集 又看一些 我以前沒有看過龐食片局 我不知道是什麼 即是股票那些 我又不認識 我看很多相關的資料 而且每天天都在把劇本在腦袋裡 想來想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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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都是這樣 還有我記得我每天都打給莊文強 明天拍的戲 我每天都會說 喂 明天那幾場 是不是這樣拍的 是不是應該這樣拍呢 所以我們其實每天都在談 所以我們每天都在談 反而這樣多一點 還有很多時候在拍 這次很多時候在拍一邊 一邊找那個人物究竟是怎樣 多一點 你覺得他是不是真的算大奸大惡 這次我不覺得他是 我覺得他是 因為金融犯罪痛 你說跟謀殺搶劫那些不同 你不會即時有傷害 你不覺得自己那麼大奸大 你經常都會覺得 你總會有機會 整理好 你一直以為 你以為是不會爆煲的 所以那個罪惡感好像沒有那麼強 這次的造型 沒有那麼以傳統有型的帥哥哥 出現有戴眼鏡 還有關都很漂亮 雖然現在興起的馬金都很漂亮 但是那時候的馬金是很慌的 這個這麼有趣的造型 有沒有幫你入戲 還有有什麼氣場改變了你 有沒有覺得 我覺得這個造型是幫了我很多的 而且我們其實是做了 每一個階段都做了一些小小的變化 還有那個造型基本上是對我的幫助很大 你會一看著這個樣子就覺得 哇 你會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 會令我入戲 還有我經常都想試一下 是不是這個人 是不是應該是 那個中間的演法 是不是可以是 真的那麼 那麼囂張 那麼意氣風發 那麼得意忘形的 這個是我沒有試過 但是她的確是在這麼短的時間裏面發跡 一個人突然變成這樣的時候 是不是真的會覺得自己是神力 然後你前呼後勇 每個人都來擦你鞋 每個人都說 哇 你真是沒得撐 這樣你會不會去到一個飄飄然 真是失控的那個感覺 這個角色和你是不是一點共通點都沒有 我覺得沒有 但是這次做到這麼不同出來 好像真的做了另一個你出來 又厲害 又囂張 真是很少見的 又變化了 比較少見 做完出來自己喜歡不喜歡 會不會滿意 OK 真的挺有趣 做一些不是自己會慣常做的 跟自己平時不一樣 好像會比較有趣 我拍戲這麼多年 我從來都不覺得自己做得好 我當然會覺得自己有些事情不好 無論別人說不是很好 我總是覺得我不 是嗎 是的 我總是 所以我很怕看自己的戲 你有沒有享受這個差距這麼大 進去又跳出來的感覺 我拍戲的時候很享受 我覺得好像 他不用跟規矩 喜歡做什麼 那個感覺好像很自由 現在現實的你都好像是 你看演唱會 又全成空洞了 你拍《New Jeans》的MV 大家已經很喜歡看 覺得你好像很無敵 其實你覺得怎樣 我想這是人家對我的看法 但是我自己不是這樣覺得 我真的從來沒有這樣覺得 我只不過每一次 但是做每件事是我想做就做 還有 你敢不敢覺得對手年輕一代的那些 他們看到你 你敢不敢受到他們的緊張 我感受不了 你沒有理會他們 我沒有理會他們 我自己都還沒想到 這次做完這個 那個範圍好像可以很大 你覺得自己是否可以 試一些或者做一些 或者會不會想做一些更加 真是大奸大樂的角色 好像梁朝偉一定是 有個譜 其實可以沒有譜 你覺得 我想我靠我自己會 就難一些 我相信真的要靠一個團隊 就是靠一個導演 靠怎樣 教導我 不要在表演裡 經常都穩穩陣陣 我總會覺得自己有時候 都是太穩陣 這次已經不穩陣了 但是還可以 更可以 多一些變化 但是這件事不是靠我的原因 就行 我經常會覺得 真的要靠導演 劇本 還有整個團隊 對手 我不知道靠我自己 有沒有這樣的能力 可以做得到 但是現在 你知道 也不是說真的有這麼多的製作 那你很難 很難 會選擇得到很多有機會 可以合作的戲 其實如果真的有 多了很多細的製作 你真的會考慮嗎 我會的 如果我覺得有興趣的 我都會考慮的 因為最近都有兩套 黎小日記 和白日之下都放得很出色 挺好看的 我希望有機會可以拍多一些 就是 local的製作 或者不一定要很大製作的 小型中型 其實他們給劇本 或者故事大綱 你給些什麼 你去 銷售 簡單說 就是叫你去做 怎樣去銷售 怎樣去銷售 怎樣引到你去銷售 通常都是 通常都是說 其實是為你寫的 如果你沒有看過戲 我給一些我以前的戲給你看看 這樣去銷售 你都會願意去看 是的